因為我睡眠會睡得很差 剛剛講上年紀真的沒辦法 我有最嚴重的時候 一夜醒來六次 我醒來的時候看一點 醒來看三點 醒來看四點 我想說完蛋了 我每個小時我都在醒來這樣子 後來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想出辦法 克服我這個睡眠不好 就是說我過了中午之後 就不要喝那個有咖啡因的飲料 又很愛喝茶 就千萬戒掉不要喝 好 然後到了晚上 大概進入差不多十點以後 那個比較刺激性的影集 影片 機遇 千萬不能看 看了之後會存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會做那個夢 或你會受到影響 然後半夜千萬不要再起來看 美國的股市 你知道嗎 睡前 尤其是最近 睡前 對 睡前還漲四百點 半夜 你知道嗎 大風 半夜起來看 跌一千點了 不是 你看 你這個何苦來摘 不需要這樣子 好 那我請教一下營養師 睡不好 睡得少的話 是不是會更提早老化 因為其實我發現說 你發現自己有老化的現象的時候 其實通常都是 你的睡眠的狀況 已經逐漸的惡化了 沒錯 這個睡眠 對於這個抗老化 還有很多這種 治病強盛的療法當中 是最重要的一環 比起我們吃飯 還有運動 或是一些補充營養品 都還來得重要 因為如果你有睡好的話 睡得沉 睡得飽 會減少這個死亡荷爾蒙的分泌 像是腎上腺皮脂素 腎上腺素等 然後還可以促進我們 抗老化的荷爾蒙 像是 它在我們睡覺的時候 就可以幫我們修補細胞 我們不要說很長期 光是一個晚上沒有睡好 早上起來我就會覺得 皮膚狀況變不好了 對不對 而且這個是外面 我們看得到的器官 我們身體裡面的器官也是一樣 所以一個好的睡眠 可以讓我們除了炎歡老化 同時全身的青春活力 當然可以延遲到享受 你知道嗎 那個睡不好 一早上醒來的時候 你自己就有感覺 對 不是睡的時間 你也許真的是睡了八個小時 可是你這八個小時 你的睡眠品質是很爛的 那你其實早上起來 即便有睡滿了八個小時的話 你也覺得自己很悄悄 昏昏的 燉燉的這樣子 謝忻妳那時候是怎麼樣 我是潛眠 就是我第一個不好睡 再來就是我聽到一些噪音什麼的 我就會一直醒來 所以我跟年紀一樣 我也是需要開白噪音 我要點燻燻蠟燭 所以是這一年以來 我一直發覺我的睡眠 出了很大的問題 不管我多麼努力的去抗老化 可是都會覺得四倍公斑 四倍公斑 對 四倍公斑 一直到最近 我發現了一個 我覺得它是 徹徹底底有把我的 整個作息調整過來 我開始使用它之後 我才覺得人生不一樣了 我要跟大家介紹 好 趕快來請教 謝忻妳吃的青春露是什麼 像X的大家都知道 就不用多說 可是我發現這一款 吃的青春露 我自己開始吃之後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 浮腫這個問題 還有皮膚狀況 妳是不是很怕 真的 妳一說到浮腫我就嚇到了 妳每天早上起來 都先看自己今天有沒有腫 我覺得30歲的時候是代謝會慢 可是40歲的時候開始 妳早上起來 很容易臉會腫脹 所以妳都要想辦法 去按摩或幹嘛的 那也代表著說 妳睡眠沒有睡得很好 可是自從我吃了這一款 吃的青春露開始 它是 李嘉誠 巴菲特 還有要上太空之前的太空人 他們都要吃的 妳就知道 它的CP值是多麼高 有被古神巴菲特 跟李嘉誠認證過的 它的重點是什麼 它其實它很好記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它是吃的青春露 它裡面有80種蔬果的精華 經過了3倍的活性化跟濃縮 裡面有80顆花椰菜 40片牛排跟200隻蝦子的營養 通通濃縮在裡面 而且它吃起來就是很簡單 像你看我保養步驟這麼多 十幾道 它你只要睡覺前吃兩顆 所有的營養精華都在裡面 所以我自己覺得在每天晚上 睡覺前吃了兩顆 吃了青春露之後 最大的改變就是 第一個 你的睡眠品質變得很好 像最近不是大家都在追美劇嗎 就是強勤逮捕的事情 我追了很久 可是最近我沒有辦法追 因為它可能在講到 第二個第三個正能的時候 我就睡著了 就是會有以前小時候那種 不敵睡意的感覺來了 然後你會睡得非常的熟 我覺得頭髮 頭髮也會長 然後比較少落法 再來就是它是一個 全身性讓你有改變的 例如說你的保養品 你會覺得 吸收得很快 效果更好 你會覺得說 我花這麼多錢 擺這麼貴的保養品 全部都吸收起來了 你的心情就會變得很好 它還有一個附加價值 是女生都會很開心的 這陣子真的 我覺得我現在是 大概人生的巔峰 在瘦的時候是不是 好像也是 我以前都被講 就是以前都被講說 什麼大臉什麼的 對 腹腫 腹腫 對 現在我反而覺得 好像找回那個青春密碼 緊青春密碼的感覺 就是吃的青春乳 所以睡得好 代謝也變好了 睡得好 代謝也好 我覺得整個人的那個運行 就覺得活起來了 然後精神也變好 去健身房什麼的 心情很愉悅 我會動不動在家裡大吼 那滿適合我吃的 不是 今天出門前我才 整個很暴躁 家裡三個小孩在網課 還有三隻貓 對 網課壓力太大 老公還不用上班在家裡 你看我要不要昏倒 因為我們睡不好 你思緒就不會集中 那你思緒不集中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飄飄飄的 然後在那邊叫叫叫 不要吵啦 閉嘴啊什麼的 很容易會有家庭紛爭 所以現在呢 我一切都是 平衡 優雅 很優雅 我覺得這才是我要的人生 那我要問那個營養師 對不對 這個NNNNN 到底是什麼東西 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對 NNN很難唸 NNNN它是 目前已經有上百篇的 學術論文證實 它對於啟動抗摔 的程序有幫助 NNNN是什麼呢 是我們人體本來就有了 這個 諾加阴子的前神 所以它在使用起來 是非常安全 沒有副作用的 對 那就是諾加因子 那這個諾加因子 是我們身體裡面 負責的能量代謝 幫助我們維持機能 一個很重要的物質 隨著年齡的增加 這個物質量就會減少 大概在40歲的時候剩下一半 那我們看那個箭頭有沒有 五六十歲的時候 大概就又再更少了 所以我們常常會上的年紀以後 就會有一種半夜容易醒 或者是睡眠時間縮短的這種特徵 其實是我們這個生理功能 調節這個睡眠的這個 昼夜的功能退化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補充 這NMN 跟這些幫助睡眠的營養素 像是鈣 鎂 色胺酸等 自然的去調整我們的 身體時鐘固然的這個週期 讓我們自己身體知道 白天的白 董夜的黑 所以讓我們直接 提升睡眠品質 更容易移覺到天亮 這樣我們身體的機能 自然就會好 對 我每次都要說 全世界我最服從的 最服氣的那個人 就叫做李嘉誠 是不是 他永遠是超前部署 他在香港出世之前 他已經全部資產都轉移了 所以類似這樣子 我相信他吃的東西 肯定也是超前部署的 他思緒很清楚 你看他年紀這麼大了 不是只有李嘉誠這樣子 你看巴菲特 巴菲特幾歲了 你看這些有錢人 這些有錢人很會賺錢 頭腦清楚之外的話 我跟你講他們的保養 應該也是一流的 對 非常厲害 所以年減很需要 才不會下錯單 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 不過其實很多人擔心的 就是那個頭腦會老化掉 那我問郁芳好了 妳覺得妳最怕老化的地方 在哪裡 我跟你講 我不怕老化 我每次都說 我可以接受我80的樣子 我希望我80的樣子 就是白頭髮 有皺紋 吃香喝愛可親 可是我不能接受 是50到80這個階段 你慢慢看著自己老化 然後走不動 吃不動 沒辦法跟大家出去玩 那是一種折磨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身體的器官裡面 到底哪一個器官 其實是老化的程度是最快的 其實你從出生以後 皮膚就逐漸的老化掉 我也以為是逐漸長大 不是 人家講說嬰兒的皮膚 有沒有 更嫩 很嫩對不對 然後零歲的時候 它就逐漸老化 20歲的時候是肺功能 開始老化 35歲的時候是骨骼 骨骼開始 然後40歲的時候是 心臟 腦 眼 牙齒 然後50歲的時候是腎 要互腎 55歲的時候是腸道 然後70歲的時候是肝臟 所以黏姐剛剛講說 她那個腸道 應該是差不多這一個年齡 55歲 然後蟹溪的話是骨骼 大概就是在35歲左右 意思是這樣子嗎 是 沒錯 實際上從嬰兒開始 你會發現她皮膚非常地水潤 主要是因為裡面膠原蛋白 真的是非常地多 可是隨著年紀增長 膠原蛋白開始逐漸減少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皮膚彈性不符 從前開始產生皺紋 尤其是像現在人非常的暧昧 所以大概20歲左右 就開始有人在注意 我的皮膚是不是有些問題 皺紋開始跑出來 然後膚質變差 開始要做醫美保養 所以皮膚是一個 我們最早開始老化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也是 其實她最容易注意到 最容易保養的一個器官的部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越早保養是越好 膚質才不會老化的太快 再來的話 我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骨骼的部分 上面雖然說是寫35歲之後 開始下降 主要是我們的骨質 開始會慢慢掉下來 但是高峰期在什麼時候 大概在25歲 然後25到35大概就持平了 35歲之後你怎麼吃都補不回來 所以所有的人一定要注意 在年輕的時候 一定要先保好骨本 以後才有本錢去花 要不然等你年紀大的時候 再怎麼吃蓋子都補不回來 對 那再來40歲的時候 我們的心臟血管開始硬化 心臟這個胖脯已經工作了這麼久 也開始覺得疲勞了 所以45歲的男生 跟55歲以後的女生 他的心臟病發作率會變得比較高 那當然還有眼睛的問題 也是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眼睛超重要 超重要的 那其實像我們現在3C看很多 看病人都在用電腦 電腦看了一整天 晚上下班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 看手機 真的要變老人模式才看得到 加上3C產品裡面的藍光 又會傷害我們的視網膜 還有我們的就是水晶體的部分 造成白內障又提早產生 讓我們視網膜的病便也提早產生 所以有在使用3C 或者是需要盯著螢幕的人 一定要提早開始保養自己的眼睛 你知道嗎 那辦公室裡面 都是用Word在那個工作 你每次打那個中文的時候 打一彎以後 他不是跳一排字嗎 然後每次那跳出來的那個字 我都想說怎麼 為什麼當初有人要設計那字 那麼的小這樣子 我都要這樣子湊鏡下去看這樣子 身體都要這樣子 都要伸過去這樣子看 可是我想說 這是以前都沒有變過 年輕的時候他就是長得這樣子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年輕的時候打電腦是這樣打 然後開始年紀漸長的時候 開始這樣 妳好會演喔 妳們班上是整台人都這樣 對 因為我自己有感覺 我覺得突然有一天 從30幾歲開始 突然有一天 我看不到大字報 就錄影的時候 我覺得很慌張 就是等一下要Cue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們是不是也有 你知道我們今次 我們的大字報字體有多大嗎 我覺得你們還都是為了我們兩個 我跟你講那個是修過了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不是這樣 我們兩個還一直說 看不見 先看不見 就是從大字報開始 整個敲醒了我 而且我又有勁性在加老花 所以我覺得眼睛是算退化很... 今天呢 我們是記住了 我們在我的頭上 我們也可以來看不見 是對 我這個話 是對 我可以記住了 這就是對 很難以忍 你不是 我可以記住了 純心的 我可以記住了 跟我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